大家好 我是思涵 那今天很感謝台中的各位一起下來大鍋炒 然後讓我可以跟其他人一起練習 那今天因為什麼事件 就是最後大家紛紛跳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的現金流已經高達9000多了 但是又聽到時間剩下75分鐘 所以我又把手樓上的資產都賣掉了 就需要自己的時間 然後後來手上現金非常多 但是我走了超多圈我都沒有機會 導致我身上的現金就快要比銀行還要多了 就是高達大概20萬 所以讓我感覺到就是資產得來不易 就是不能輕易的變賣 可以賺回時間的資產 然後這跟我現實人生相關聯的是 我很容易被市場牽著走 然後別人說賣我就想要賣 然後完全沒有考慮到自己的時間 就是手上的而且手上的現金會 因為就是自己忘記領錢 導致我有機會買的時候我沒有錢 就是錢不夠 然後必須要變賣我 就是買很多年的資產去換錢 然後有錢的時候我卻沒有機會買 然後一直在虛耗我自己的時間 一直到108歲的時候 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是108歲 我才跳出來 所以我會覺得說有錢不會用真的是很可惜 然後到後面就是我一直沒有機會 但是有一直踩到銀行日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心裡就會覺得說我手上這麼多錢 又沒有用我帶不進棺材 所以就是超悶的 然後今天就是跟很多不同的人玩 加上人數非常多 所以讓我一直很緊張 然後思緒一直很亂 所以之後也要學習的也是就是 不管是什麼狀況都要讓自己靜下心來練習這個遊戲 大概講謝謝 謝謝